四五月份是布农族办理设计的时节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浓缩到九个部落 首场是由中平部落来开场 接着第二场次是4月9号的白端 以及古风部落办理的设计仪活动 乡长吕碧贤表示 已经连续在各村办理设计 也逐渐看到年轻人愿意帮忙 希望透过这一次的设计 让更多的年轻人回到部落 凝聚部落的向心力 四五月份是布农族办理设计的时节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浓缩到九个部落 首场是由中平部落来开场 接着第二场就是在4月9号 白端与古风部落办理的设计活动 乡长吕碧贤表示 已经连续在各村办理设计 也逐渐看到年轻人愿意来帮忙 希望透过每一次的设计 让更多年轻人回来凝聚部落的向心力 有族人分别呈现布农族歌谣 与传统碎石济移 除了传承 也让更多民众认识布农族的文化 去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全乡的设计活动提办 但是到了今年国内疫情趋缓 各项的文化活动也随即接续举办 除了要让文化传承与发展工作延续不断 更要让部落文化生命力繁衍化 更要让部落文化生命力繁衍化 记者高松松 哲习香采访报道